好了 有100人在等 我開了直播給大家介紹我們的台務 大家星期一的下午就好 我們大隻塔拉伯 高雄林康正正回來了 先跟大家說我們的Patreon 不說不說 還要說 有少一個人 通常是月頭月尾 沖不起 慢慢減量 只有48人 希望大家有信用卡 可以每個月固定支持我們 就用Patreon這個方法 另外有個資料有個固定 安穩的收入 支持我們的台製作 另外按讚留言分享 大家都有做到 不可以說我們沒有增長 我們人數一直在增長上去 也多謝大家有看廣告 另外我有個電話號碼放在這裏 這個電話號碼可以用Patreon 轉速快的方法去不定時支持我們 亦都在我們有些活動搞的時候 或者有些問題問我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個電話號碼找到阿泰 不如說昨天的節目 如果有在聽聽的聽眾 我相信他們也會玩得挺開心的 我覺得對我自己有信心 昨天我們也算玩得挺開心的 很多都滿載而歸 拿了很多禮物走 很開心的 也多謝有些禮物不是我找回來的 是贊助也即時帶來的 我不開名的 都是很多謝他們的 接下來我們有些什麼節目 我昨天也預告了 我希望在我生日的時候 剛剛二月初 如果是過年或過元年的時候 我們就約買一次活動 每一次活動 其實我都不想大家只坐下吃一餐就算了 希望有些訊息也好 有些娛樂也好 有些歡樂的氣氛也好給大家 其中一件事最開心的就是玩遊戲 或者抽獎 有禮物 我又不想隨便買一些禮物 所以每一次在搞活動之前 搞活動之前我都會去 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什麼好的禮物 或者去某些友好的團體的時候 我都會 估哥仔類似 你應該昨天在這裏 要在這裏 去想一些禮物 今天又給我在街上 手購一個禮物 連我自己都很驚訝 就是竟然 抓古琴丟你 抓古琴應該玩得開心的 很驚訝地看到一份這樣的禮物 這個我就打算在我生日的時候 拿出來又看看玩遊戲是怎樣 我想我願意它應該是一個超級大獎 是一個類似Lego的Puzzle 這幾個字應該都可以殺光了 不用說了 希望在下一次節目的時候 禮物裡面會有這一樣 有這一樣 我自己都留了一些禮物 禮物沒有帶去 希望在下一次節目 下一次活動的時候可以帶出來 這個就是蘋果日報的類似Lego的Puzzle 大家會看到有蘋果記者 有蘋果日報的報頭 我們做報紙的報頭 希望到時可以做一個禮物 你記得2月就會有一個香港又有間好東西倒閉了 我們面對的情況我們都知道 其實每天都有人倒閉了 好像我們一會兒都會說賀歲片 其實昨天有個立法會員去看電影 他就看鬼片 看鬼片首先就是小朋友未必會去看 他就帶老婆去看 結果整間戲院只有他自己包場 我一會兒都可以說一下 拜回來 昨天開心嗎?高興嗎? 喜歡嗎? 喜歡嗎? 下次輪到我生日 我生日搞 希望大家都會到 結業潮 我看電影的時候就說 火奸土 有著名的日本料理 老實說日本料理是一些貴的東西 貴的東西來講就是遊客 現在遊客習慣了 大陸好像有些很出名的 受騙壽司日本料理 所以是否來香港吃都是一個問題 去吃日本的東西我當然是推薦我們的良心小店 左和丁 昨天也很開心 大家可以一起在一個地方做到一個慰勞 昨天沒有來的朋友下一次都可以考慮一下 來感受一下氣氛 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 大家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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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了一篇故事 我做了一個trailer 其實我們是有做事的 但我們怎麼做事都會脫漏的 拿回我的報名字看 不用做這麼多事情 我也是覺得 為什麼我們在那裏數多了一個人 40人出來的 我還說我們只有39個人 你又懂得說那個立法會議員 是不是 這個怪譚來的 鬼鼓來的 數多了一個 多恐怖 數多了一個就不恐怖 數多了一個 數多了一個人不知為什麼 數幾個數多了 因為一些位置放出來就坐滿了 坐滿了 或者坐剩兩個 加上我和你沒有坐下來的 碼好40個 但是出來的法國始終都是 原來法國報了名 加上我們只有39人 你說這麼神奇啊 是詭異 不緊緊 我最緊要開心 昨天的氣氛 所有東西 大家都是圍怒 不是圍怒取暖 是圍怒聊天 我只是這麼說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而已 昨天我們抓到一個 沒有訂閱 那個就不要提 問他兩句就知道他是什麼人 康正的老友 那又不要說他老友 我柴灣街坊 我又這樣說 我又要抱歉 柴灣街坊 康正的勇怠 我穿得不夠 他是老友 勇怠 他各個台都是勇怠 各個台都去的 是嗎 很過癮的 我問他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你我不太認識 我是認識霸氣 和康正拖子 他報名的時候 是 他是一個同路人 沒有什麼的 每個人的性格 有特別的行為 大家都遷就他 昨天都很包容他 除了我有時候會叫他 行了 不要說話 OK comments Like和Share 記得可以在現場課金 提提大家 還有Patreon 還有可以直接過數的 就是PayMe和轉數快 就這麼簡單 因為要再看一次 還有訂閱是很重要的 訂閱 正在上升 我不希望好像我們的股市一樣 升升下又跌跌下又升 不是這樣的 正常明明明升了七百多點 一反到跌二百多點 哎真是 現在跌 現在跌 跌了一千九百多點 其實 累計 這一期的動盪 OK 就是 還是這樣的態度 還可以說 哎呀 我不覺得他在說歌 哈哈 嗯 真是 真是 唉 好一點 不用戴口罩吧 空靜 你看看這傢伙 公開這樣 駁嘴駁嘘 別人兩次 別人李嘉昭 不是直線報告一次 而且 接下來呢 他那個什麼文旅 還有那個 即是 游輪旅遊那輪計劃輸之後呢 就應該 Grrr 好了